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萧峰 欢迎来到环球聚焦的节目 今天我们依然请到是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大家熟知的资深的会计师杨亦凡教授 今天我们请杨教授来呢 跟我们做美国税务讲座第三讲 这一次呢我们上一讲 我们谈的是外国人到美国来以后 外国人的税务问题 今天我们谈一谈 我们美国纳税人在海外的金融资产的问题 首先是申报 是不是要报税 是不是要给美国人纳税 我们待会听一听杨教授的分析 杨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杨老师 其实这个大家最说了有两年了 肥巴肥卡 其实肥巴很早 我们放到后面去谈 肥卡呢 这个作为外国海外金融资产的申报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似乎我感觉好像就是申报 就是你呢 按照 爱尔斯规定 你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是申报 我记得那个时候 也是也是这个年还是其他的会计告诉我们说 你的房地产不需要报 不在之列 你的这个拥有的工厂也不在之列 但是 任何金融资产 是 第一个问题要请问杨老师 也就是说 现在美国的肥卡已经上路了 是 不管你高兴不高兴 对 不管你满意不满意 你 这个已经开始实行了 2016年 肥卡有 肥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没有 我 比如说我2015年 我报了2016年我还继续报吗 是这样 这个的申报法 它是年度的 对 它是年度的 这个就像所得税一样的 但凡你符合这个标准 你就要报 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肥卡是一个新的条款 这几年出来的 实际上它是在原来肥巴基础上的一个扩展 那么这个肥卡呢 我们就讲肥巴 简单讲一下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 肥巴呢 它原来讲到的 你报税的对象 主要是银行存款 外国银行存款和外国的股票 主要限的是公民和绿卡 是 它主要的纳税对象 纳税人呢 是公民 绿卡 这两类人不管你在哪里 你都要申报这个资产 但是呢 还有一种它广泛的定义是叫美国纳税人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的 但凡你符合美国纳税人的话 那你这个条款也要 虽然你没有铝卡 那我们以前讲到183天啊 等等的 那么在那个金融资产呢 狭义广义 我们这么说 狭义的原来就是肥巴 银行存款 外国银行存款和外国股票 那么肥卡呢 是在这个基础上引申的 也就是说 我包含了这两个狭义的 外国的股票和外国的这个银行 但是同时它扩展了其他的金融资产 比如说 我们所说的人寿保险 现在很多人 有人寿保险啊 有营收账款啊 也有未上市的股票的一些的 金融的投资等等的 还有基金啊等等 那么这些全部的金融资产 加总有两个标准 就看你的数字了 比如我们用单身做例子的话 你在全年当中 比如说是五万 或者你到年底的时候 没有超过七万五千块 那么你一旦超过的话 你就要申报肥卡了 当然它有一个特例 如果我是美国公民 但是我常年住在国外 所谓常年住在国外 就是你在国外待满三百三十天 三百三十天 对那么这样的话 并不是说你不需要申报 而是说你申报的额度可以提高 比如我单身的话 不超过二十万美金 你就不需要申报了 肤肤的话呢 就是四十万美金 对它是数字上调整 但是不管数字怎么调整 原则上 如果你有外国金融资产 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些 存款也好股票也好 或者基金啊 或者是人寿保险等等 你说除了你的不动产之外 所有资产 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对 那么你都要申报 你都要申报 那它申报的日期呢 这个日期的话跟肥巴不同 它是跟着你个人所得税的日期的 也就是第一个即止日是四月十五号 对 你可以延伸到四月十五号 对 十月十五号 那么这一个申报呢 我们一四年开始啊 实际没有真正执行 真正执行的话呢 现在IS越来越紧了 它现在的监控非常的紧 就是说一方面你自愿申报 你不申报的话 等一下罚款可能我们等一下 在有机会的时候再说啊 但是同时呢 我们一直在讲 包括美国的政体三足鼎立啊 三足鼎立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要互相签字 没错 所以呢 Check balance Check balance 所以你自己你要申报 就刚刚我们讲到的啊 这个表格主要是8938 这个表格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所在的这个外国银行 他也有义务 直接给美国报 直接给美国报 这个恐怕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的银行就给你报 对了 那么这一个呢 当然也是牵涉到第一 跟美国有协议的 也就是同意我跟你合作 那么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 包括我们两岸三地都在里面 两岸三地都在里面 两岸三地都在里面 那么你都要报 那不报的话 他又有罚款啊等等的啊 因为你的银行意都报给我了 我都知道了 对了对了 所以呢 他等于说他不报的话 他银行也有惩罚 对啊 对所在过的银行有惩罚 那么他这样的话 你就对应自己报的资料 和银行报的资料 你怎么样对得起来 那么这一个银行报的这一个呢 也是年度的 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新的 这个两年当中才实行 今年16年嘛 他14年的时候公布 那么15年16年就这样 我们今天16年的4月份 是报15年的税嘛 对了 对了 所以这一个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 可能会收到银行 发给你的 WA这张表 就是W8 W8这张表呢 是一直有的 这张表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是外国人 不仅仅是银行 只要你外国人 在美国有相当的一些收入啊 等等的 你就要填这张表 那么填了这张表的话 两个功能 一个呢 就是说 给你宣布啊 我是个外国人 我有一个顾客 是外国顾客 第二呢 如果你有收入的话 我就要预扣代表 要看什么性质的收入啊 那么 以前银行的话 并没有说这么强制 因为对外国人来说 有些国家 你的利息收入 他也不需要交税的 也不需要交税的 但是因为美国有 肥巴肥卡条款出来以后 美国现在政府 是强制要求他们说 但凡你这个外国银行 境外 在美国境外的银行 如果有一些 你觉得他是 美国纳税人 纳税人 你要给他 那有些可能 根本不是美国纳税人 但是呢 他在以前的年度内 可能有钱转往美国 他也会引起注意 现在银行对美国是最注意 所以他就会给你一个W8 W8的意思呢 是一个信息表格 就是当中让你填一些基本信息 同时要注明 你是不是美国纳税人 OK 一旦你注明了 你是美国纳税人的话 那银行就一定会把 这张我说两年的 8896这张表 一定会填好 直接报送美国国税局 对直接报送 那么有些朋友说 这个好像是owner system 好像我自己不填又怎么样 但是呢 一旦会发现 你自己是美国纳税人 你没有填 你说不是美国纳税人 那个就是flood 而且我们的税法 犯罪的话是刑法 是刑法 它不是民法 对对 还不是民法 对 所以这些条款 其实大家要谨慎 而且肥咖呢 如果我们又记错的话 肥咖呢 除了是五万美金之外呢 其实肥咖本身来讲 它还在美国签订 和外国签订 这种agreement 当中 其实是两个category 有的是要银行先报给所在国家 然后国家再报给美国政府 有的是直接银行和金融机构 直接报给美国国税局 对 这个呢 实际上我们简称就是叫 IGA Model 1和IGA Model 2 两个不同的Model 对 两个不同的Model 那么这两个Model呢 基本上来说是美国的国税局设计的 它设计的也就是说 我美国国税局 跟你国外合作方是哪个机构 直接合作方是哪个机构 直接合作方 对 那么一种呢 就是说 我直接合作方 就是你对方国家的税务局 Model 这个Model就像中国 中美之间的合作是这样 那么Model 2呢 就是说我美国纳税局 这个税务局呢 跟对方的银行直接合作 也就是谁有义务提供给我 那个就是这个Model 那么像台湾啦 香港啦 就是这个Model 也就是说台湾香港呢 他们是在所在地区 这一些的银行 如果有美国纳税人的话 那么这个银行有义务 跟美国国税局 那中国呢 也就是说中国的银行 跟中国的税务局报告 然后中国税务局提供信息 对 当然 那你说国外的话 我也不受美国的法律控制 那我不跟你合作又怎么样 所以呢 美国国税局呢 它有一个补充的惩罚条款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银行也好 你国家也好 你不跟我美国的国税局合作 那么你这个国家的银行 如果在美国有业务的话 所产生的我要罚你百分之三十 那百分之三十这个也很可怕 那是啊 你有些利润根本达不到 你知道吗 你像中国银行也在美国有很多业务 对 中国银行 像中国的话 有中国银行 现在工行 对 工行也有 推展非常的快 那以前交通银行也有啊 交通银行也有 所以它最早是从纽约开始的啊 那你说香港啊台湾啊 这边很多银行 而且将来以后 中国这些地方银行 也会到美国来设置一些贷值处 所以中美金融贸易 越来越密切的时候 肥咖的限制和肥咖 对任何银行所重视程度都会增加 我们先休息一下 杨老师 其实除了肥咖之外呢 美国实施有年的是叫肥咖 对 是 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最早最早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听别人说 是 我说这个FBAR 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说这个 我说我们需要甜吗 其实好像 只要你 不管你外国外是什么样的情况 好像你只要有钱 你就要甜 它的规定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什么 对 是这样啊 这个肥巴条款呢 比我们刚刚谈到的肥咖条款早很多 对 我们肥巴条款是上一个 就是我们七十年代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就有了 到现在差不多应该要说近五十年了 近五十年的时间了 对 但是没有真正的实行 就没有力度没有真正的加强 一直到2011年左右 好像觉得那种人好像是一种义务一样 你抱就不抱就不抱 好像是这样啊 那那个时候公布的时候说 我要强 我要强自信 而且你可以回溯到2008年 OK 对 一弄就是几年啊 那个时候大家都紧张的不得了 那么你有新的账户还好 有些可能真的有新的旧的账户 他也不知道 对 那么肥巴条款呢 它实际上是主要是指狭义的 我们讲金融资产 主要是指银行存款 和银行的股票账户 而这个股票账户呢 主要是经过股票行的 所谓二级市场 有点像啊 那么他的金额也很小 也就是说 你如果说 我在国外有十个账户 你十个这种账户的 每一个账户在全年当中的 任何一天的最高值 就是峰值 峰值 加总超过一万美金 你都要申报 他也不管你的 finding status 不管你结婚的 个人的 反正一万美金 比如说 我有一个银行 五月一号 有五千块 有另外一个银行 八月三十号 有比如说两万块 那你就把峰值 加起来就两万五了 两万五 对 那么你这个要申报 那么这个申报的日期呢 它没有延税 它就是一年六月三十号 六月三十号 对 但是2015年的 这个申报日期是最后一次了 等到2016年 就今年16年2月的时候 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则 也就是说我在17年报16年的时候 它就跟随所得税4月15号做第一次 就跟肥咖一起了 跟肥咖一起了 跟其他的税一起了 那么一起以后呢 它可以延到10月15号 那这一个税的话呢 我们讲到的是申报资产 并不是税 并不磕你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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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并不磕你的税 当然我有一百万存款 如果是存在一些saving 里面的话 我可能会产生利息 这个时候的利息收入 你就跟普通的利息收入一样报了 OK 对 所以你这个是金融资产的 这个银行部分的申报 那么问题是大家很紧张 主要是罚得很厉害 你说肥咖罚得很厉害 杨老师 是 既然肥咖是五万以上就要报 是 如果说我要超过五万 我是不是只报肥咖 我不报肥咖就可以呢 还说两个都得报 两个都要报 还是要报 两个都要报 它是怎么样呢 第一呢 它的税表是完全不同的 和两个不同税表 原来它所申报的部门都不同 原来 肥咖的话 其实说你讲起来是 会计师给你报 对吧 但是实际上它报告的直接部门 是美国的财政部 对 好像那种是为了防洗钱搞的 防洗钱 对 主要这些条款的原始 它出来的时候呢 防洗钱 还有呢 就是防止你在境外的收入的落保 因为很多的 它就在用什么offshore啊 或者什么啊 用这些离岸公司啊 那么它赚的利润 它就 包括有分红 它可能根本就不拿进来了 不拿进来了 所以它也是防止这些 当然也是防洗钱 所以它罚的 加码文件还是有必要啊 防止文件有必要 防止文件有必要 我们到时候如果看有时间的话 再可以谈谈其他的 因为这个防止文件 其实很大部分是牵着税务问题 对对对 主要的 其实 它放在国外 主要有一个目的 就是税务的 就是避税 所以它就是这个罚款 就像你平常如果在美国你有漏税 只要不是说太严重 它会给你说一个利息 你少交 第一要补税 补原来的漏的税 第二呢就是利息 这段时间没有交的这个税收 所产生的利息 第三呢可能有些行政的罚款 那么就要看15% 您指的是肥巴 这个我就是指平常的 平常的 但是肥巴的条款有所不同 肥巴条款的话 你如果不报的话 或者是晚报的话 它的罚款很重 很重 30% 比如说 如果说你有恶性欺骗 恶性欺骗 肥巴条款的行为的话 可能到50% 而这个30 50不是你的收入 是你最高峰值的数字 我们就不讲50 我们就说30好了 那我原来有100万 我叫罚30万 实际上我100万 后来这个钱都没有了 用掉了 只有10万了在里面 但是我要罚还是要罚30万 按你的峰值罚你 按你的峰值 而且你一罚三年 一罚三年 对三年的话 那你想想看 我只有10万了 我曾经有过100万 哇那你怎么罚罚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 那么后来呢 税局就看看 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报了 那是啊 他没有办法 我往后一算这三年 我原来100万 现在变成20万了 对 我要罚起来的话 我的这钱都不够付罚款的了 对 所以他后来前两年就出了一个补充条款 那个补充条款倒不是70年代 是前两年出来的 他说如果说你是innocent的 就是你不是说好像故意不报 我是没有这个knowledge 没有这个知识 有可能了 但是也没有提到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了 有人没意识到吗 我刚新一年 没有意识到 对 所以呢 我没有报 那么你有这些理由的话呢 他就给你罚5% OK 这是一个特别条款 听起来很reasonable 听起来很reasonable 而且呢 他这个条款呢 没有那么明确 就是有的时候说intention 什么叫intention 就是故意或者不故意 innocent的 什么是innocent的 你没法去定义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去定义 所以他还有一些小的条款 大的是很笼统的 也就是我们律师会议师 还是有点机会 可以帮你的忙 实际上他有点说 让你报吧 有点网开一面 当然他有一些也说到 一开始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还比较紧 这个条款说 你原来的交税没有超过一千块 就你的税付没有超过一千块 所谓就是你不是很有钱的 没有钱 另外呢 就是说你的丈夫呢 近期内没有动过 或者他后来说没有大数额的动过 那这些东西都是不定义的 很含糊了 那么后来就说五万啊等等 他越来越含糊 越来越含糊的话就是说 你报出来吧 就是你报就好了 你报出来吧 那么大部分呢 就是说你用百分之五申请的话 看来还是可以过得去 他一般会同意你 一般会同意你的 这种情况 所以呢 当时有些朋友也就也就在说 你虽然说是七十年代就有了 但是你这条款没有重视 那曾经在我这边 比如说啊 我们美国现在利率是比较低 对不对 但是台湾还要低 所以所有 mortgage 比如百分之五 不算高了 那台湾可能有百分之三就借到了 那有些朋友他就在台湾借出来 借出来以后呢 当来借出来在台湾自己的账户要呆一下 然后从自己的账户就会到美国来 还我这边的房贷 对 但是这种情况这个钱根本不是我的 是我的借款 但是因为你在全年当中的任何一天 待过超过一万美金 你就必须要报 那么你把钱转出来以后 你那个账户可能一分钱都没有了 那你不报的话 那你就要罚款 百分之三十 我能不能解释呢 比如说我就是走了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两年新出的条款 原来就是百分之三十罚款 不过我借了一百万 我要三十万 那三十万我早就付给美国银行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 你不知道 你不了解 你要去要去就是申请这个理由 那么我就给你百分之五的罚款 也就一百万你要罚五万 那么另外这个条款还比较有震慑力的是 他是刑事者的 哦对 肥巴肥卡都是刑事者的 拿不出钱来 你就只能进监狱了 对对对 你看那个 我们就讲 这一波怎么会起来的 就是UBS UBS当时呢有个举报人 那举报人当然也是被盯上了 UBS呢实际上瑞银也是蛮aggressive 他据说啊 他是派了很多就是要来拿美国的业务吧 很多UBS的他就飞到这边来 然后就跟顾客谈 你有什么我帮你开户啊什么什么被盯上了 我曾经是UBS的客户 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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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美国的UBS还好还好还好 那么就是在瑞士的啊 那么订上了以后呢 那就开始查 那结果那个人也被也举报了其他的UBS啊 UBS的人这个人还举报了 后来也举报了瑞士的其他银行 不是瑞银了 那举报有功 但是他也被抓还是被抓 因为可能数字比较大 后来举报人还举报出了HSBC HSBC举报的其实还不是香港 印度 哦还是在印度 印度 然后HSBC被盯上了 所以这个两家当然也是巨头 对吧 没错 也是罚款 美国人美国人一直就说 洗钱最厉害的就是他 所以他们两家都是罚了很多的款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那么其他银行也大家都注意了 对 所以看来就是说其实肥巴也好 肥咖也好 起码在现行的范围内 是 起码尤其是肥巴 它就是一个申报嘛 对 它并不牵涨一个税务问题 而且你申报的对象并不是国税局 而是美国财政部 当然以后合并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对 合并以后它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美国有一个东西很可怕 它就罚款 所以在美国啊 侥幸心理千万不要有 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 是 好 好 好